好 继续回来带来关心天气了 最近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不过别以为太阳大就少穿衣物 因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 气象局表示 其实各地日夜温差都会来到8到10度 所以建议民众外出的时候 是以洋葱式的方式来穿衣服 避免受寒 感冒了 而这个有阳光的天气会持续到下周二 天气好 阳光露脸 但民众保暖可不能少 因为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 各地日夜温差大 像是新竹坚持 入夜后低温可以来到11度左右 但白天高温则有22度左右 日夜温差有11度 所以要提醒早出晚归的民众 注意温度上的变化 辐射冷却效应影响温度 清晨的气温是比较低的 整个西半部地区 包括北中南的日夜温差 大概有10度左右 那东半部地区 由于有一些地形性的降雨 云量稍微比较多一点 所以整个日夜温差的幅度 就没有达到10度 但是大概有7度到8度左右 台湾目前吹东风 因此东半部地区 则会有零星短暂震雨 而在西南部地区 由于受到印度洋水汽北移 4到8号都会出现浓雾 幽路人要留意行车安全 大致在周五也就是4号开始的话 台湾附近水汽有稍稍增多 然后从周五到8号之前 在台湾的西半部跟 离岛地区容易会有雾的情况 可能要多加留意 这样稳定的天气将维持到下周二八号 气象局表示周三九号 就会有封面通过台湾 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都会增加 接着我们在Lulu台湾市采访不到